MING PAO TORON 如果有人問你 開開心心都是一人 又是傻傻又是一人 你選誰 我早上五點、五點半 自然會醒,但床不舒服 早上起床落經過 豐富,就要吃掉四月 我現在有效過了,會流眼淚 因為眼睛不舒服,皮膚也掉下來 吃完肉要半小時後 可能有效,起床後 會舒服一點 七十多歲的車民旭 十年前證實患柏金順症 太太不想她藏起來 就開始每天早上陪丈夫下樓做運動 風雨不改 最初我不跑 因為現在走路也困難 怎麼跑呢 然後老婆說我肚子越來越大 因為拍筋順便一定要動 如果不動的話 它會逐步逐步僵硬得更加厲害 通過各種各樣活動 它的肌肉可以放鬆 筋骨可以更靈活一點 思想也可以開朗一點、開放一點 沒有想到那麼多不開心的事 想到病的事 精神自然會更好一點 病情控制得更好 不會退化得更快 十年前,車民旭發覺肌肉有點僵硬 做動作偶然會不受控制 走路又不穩 但她最初也不太遺疑 經過多次檢查 確診患上柏金信證 車民旭覺得那一刻 是她人生最低點 甚麼都不用做了 不知道怎麼辦 知道我很痛苦、很辛苦 我們這個病,你用甚麼字? 知道嗎?沒得治,沒得治 初初她病了、確診了 我就知道情況有多嚴重 我爸爸也有這個病 我爸爸80歲病的、90歲走的 所以當時思想負擔也挺蠢的 晚上都睡不到 過了一輪,自己都要調節一下心情 調節一下情緒 你一直這樣想下去 到時自己的身體都差了 誰要照顧她呢? 沒有人照顧她 所以也不想太多 那些東西是她的 然後她說她的 還是她的 她說她的 還有黑豆漿 健保健保健保 你今天是如何生活就如何生活 是嗎?積極去面對 肉可以吃的時候可以逛一逛 病人經常會跌 因為走路不穩定 經常會跌 他都跌過一次 跌過一次放了七隻 自從他病了以後 所有活動我都是陪著他的 還有去覆塵 從外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 我都是陪著他的 早上 我今天來這裡 參加柏金順政委辦的考勤班 都是病人組織 車身穿得比較好 所以他慢慢做到導師 我也是學生 進入那個班以後我才可以學習 現在已經有四、五年左右 因為你氣不夠 還有拍子不夠不怕 停一停,不要吹 和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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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也是和快樂的錄 是一個音 兩個音,一個字 所以音樂中可以玩到快樂 而且吹口琴 也可以當作我們拍金順 一個物理治療 因為在拍攝上有很多肌肉退化 我們有些朋友 有兩小時說話也不懂 一是武器,一是舌頭,不靈活 然後背不大口 最嚴重的吞咽也有困難 最好有臉部,可以動 呼吸、運氣 一條舌頭也有動,打拍子 所以臉部的臉部,這條舌頭的肌肉 有這麼好處 我是喜歡吞咽 太太從來沒摸過咽咽 因為我加入咽咽隊 她都跟著學,學得很快 她說呼腸呼吸 所以她做甚麼,我都會配合她 對,可以學得正要學 富唱、富翠,不僅僅說字 除了吹口琴、打乒乓球 斜態、刀鋒陪到底 兩個人從零開始學起 車山病座,所有的傳媒 都說打乒乓球對柏金順病 是很有好處的 但我不是太懂得打 為了車山病座 我陪著她們一起學習 都學了幾年,慢慢進步 她打了幾年以後 她的靈活性也好很多 我這個病人 到現在反反覆覆的情緒 初初是很受打擊 慢慢又適應了 接著又越來越麻煩 退化得厲害了 所以又有一個情緒低落 一定謝謝她 因為她從開始到現在 不斷鼓勵我 我們現在已經一百年多了 是不是也要差幾歲 床面一百歲、床面一百二歲 希望奔向這個方向 始終都要珍惜留下 剩下的十多二十年 珍惜這個時候 珍惜大家的相處 我是做導遊 最後退休就在這裡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 給我很多回憶 我這個職業 可以做到八十歲都可以 誰不知 最後還了這個病人 所以想想 好像我的損失真的很大 失去的很大 但是現在 經過這麼十幾年過來 我快想到 原來我收到的利益 比我的損失 可以的, 失去了 一刀好都不會 看什麼呢? 看得到愛 別人家是說緣分 我就是說 他跟我結婚是上天 是不是? 別人都問我這個結婚的自由 我都會吹個口感 吹個天仙霹 是說緣分 我們是 賣緣分 也是上天安邁 我畫面 好像受到很大的大結 像是死了 大眼淋頭 但是他反而鼓勵我 他會照顧我 我們兩個 誰先走 都能過 如果 他先走 我就真的很辛苦 不是 做得 número 你每天都要這樣 包足四十年 大热天时都沿用传统炉灶柴火烹煮 柴火最重要是均匀 大热天时又不能大火 太大火是一味死烧 糯米和食品被吸收水 就是你满烧满烧, 它就过农了 柴火和用它做 它有好处是保温度得很久 很有历史, 我奶奶留下的 已经有二十五、六年了 早两年前, 我重新打造 因为爆了 柴火烹煮会有风味 你会觉得好像那种 吸收了柴火的味道 有点烟熏的味道 我自己觉得是 每一年年的丢脸节 我只想一年一次就算了 有点烟熏的味道 而且有些人看着客家闻法 慢慢识味 最主要推动就是有亲戚朋友喜欢 还有有人跟你说, 挺好吃的 你心里会说, 我明年也做了 而说到客家的味道 最有特色应该是花生种 和梅菜豬肉粽 我們小時候, 以傳上的那些人 因為客家人是無農裝 他修繩了花生, 怎麼算好呢? 他擔心賣, 基本上要一個多、兩個小時 你適合五折 不如嘗嘗用這種處理方法做花生桶 有多好 而且它的風味是不同的外面 因為它是咸咸香香 而且花生, 很多人都受惠, 喜歡吃 又有梅菜豬肉粽 它是梅菜購肉演變出來的 因為梅菜購肉是客家的東西 我覺得客家文化不僅僅局限 客家花生粽 我嘗嘗擺擺擺, 可以用隔 然後流乾了之後, 用隔兩次 因為這塊布是墨很多 如果不隔兩次 下面的水, 灰水就有渣 80歲的倫良 自小在長輩旁邊看他們怎樣做灰水種 嫁到農藥頭之後 初時都有一直包灰水種 後來香港人飲食越來越多樣化 家裡都少了人喜歡吃種 他就很少再包 十幾年前才重拾這門手藝 剛才那裡過了三次就變成這些了 那這些就這麼漂亮了 沒有鑽沒東西了 看到底了 然後走進來這裡 這樣浸過夜 這些糯米 灰水本身是鹼性的 鹼性能夠令到糯米裡的澱粉質就會溶解 當你經過水一起長期慢煮的時候 那裡就會產生一個很咬口 很糯粉糯的咬口感 在以前沒有雪櫃的年代 米是很容易 因為存放得比較久之後會變酸 灰水的鹼正好就中和了酸 我們今天在街市裡買到的鹼水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化學成分 混合出來的鹼水 實際上灰水是經歷了一個 比較長一點的過程 才拿到回來的一些用灰造成的水 其實我覺得是能夠體現到民間智慧 熱衝研究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葉德平 經常穿梭新界的穿落 貪查不同觸群文化 這次趁著端午節 再次來找倫良取經 學一下包灰水種 兩塊種葉一頭一尾 怎麼分頭和尾 這個頭 這個尾 以前只用一種技術梳 聽以前的流行家說 是有種藥用價值的 這樣才包 現在很多了 有玲瓶、有豆沙 什麼都有 這樣屈住它 屈住它 這樣用這條呢, 推一下它 會…會漏, 推一下它嗎 你拿著嗎 拿著它, 推一下它 對, 推緊它 我覺得作為一件非為的藝術 技藝其實並不容易學習 不過我覺得多做幾次 攻多藝術應該會做得比較好 它竟藝本身之餘 它自己怎樣選擇材料之間的工夫 其實都很重要 倫良包的灰水種出名 為了招呼左倫又利 它每年差不多都會做幾百至一千 比較濕熱 對於其他 譬如本地人或客家人來說 他們會…